今天中秋節晚上到底 我們機會看到月亮 還有適不適合烤肉呢 最新的天氣訊息 趕快把時間交給余如 沒錯 首先提醒大家 中秋節今天很多人放假 會出遊的話 現在要先注意高溫的狀況了 因為今天是偏東風的關係 西半部沉降作用就非常明顯 來看看目前有13個縣市 都是發布了高溫資訊 尤其是新竹市橙色燈號 是有機會來到38度 那確實現在新竹的主動 已經來到了38.8度 這溫度真的是非常高 非常驚人 另外在新北市也是橙色燈號 連續36度高溫的可能性 在新北市三峽來到了37.6度 另外還有很多個縣市是發布 黃色燈號包含了陶珠苗 台中彰化 雲嘉南高頻地區 以及台東地區 這些地方的觀眾朋友 現在有些人可能正準備外出 或正在外頭要注意防曬補充水分了 因為這樣的溫度 恐怕到兩三點都會偏熱 只是還是要提醒您 下半天有些地方會下雨 來看看雷達回波圖 今天偏東風的關係 所以在東半部 其實在清晨的時候 有一波蠻大的雨 甚至食物量一度來到了60多毫米 提醒您今天在下半天的時候 中午過後是在整個嘉義以南的平地 有機會降雨 而苗栗以南的山區也有機會降雨 而且要特別提醒 因為今天中秋節要賞月 但是今天晚上水氣又要增加了 整個東半部也是有降雨的機會 甚至大臺北地區還有像是宜蘭 基隆都不排除在晚上的時候就會降雨 所以賞月的機率 東半部大概只有20%的賞月機率 而大臺北地區碰碰運氣大概50% 但是整個桃園以南的賞月機率大概有70%到80% 所以請南臺灣的觀眾朋友可以好好把握這樣的好天氣了 只是講到好天氣要來關心的就是接下來恐怕很多地方都要下雨了 首先是今天的部分 淫封面就是會有些局部的短暫震雨 而整個嘉義以南山區午後降雨 至於禮拜三開始很明顯看到水氣是增加了 幾乎全臺都有雨 因為主要受到低壓帶影響 北部東半部有短暫震雨 其他地方也要注意午後震雨 最後來關心的是各地的溫度 首先北臺灣的部分 雖然基隆台北新北27度到34度降雨機率30% 新北市桃園新竹也有37度的高溫 而在中臺灣的部分10%到20%的降雨機率高溫34 35度 至於在南臺灣的部分高雄屏東要注意午後降雨30%的降雨機率高溫34 35度 至於東臺灣的宜蘭花蓮 台東監視隱封面的關係降雨機率也是相對偏高 而高溫的部分31 32度 而立島的澎湖金門連江10%的降雨機率高溫33 34度 以上這一節的五間氣象 立刻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讓你在明天為止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最後一手掌握